三国演绎连环化 第63集偷渡音频 姜维在踏中屯田 加紧训练兵马的消息传到邓爱那里 邓爱疑心姜维早晚就要进攻中原 他便写了表彰 插人上洛阳来 报之司马昭 司马昭新晋掌握魏国的大权 被封为进攻 正想出兵伐属 得报后便召集众谋士商议 贾冲献祭道 姜维很有谋略 不如派人去刺死他 免得劳师动众 循序反对说 刘禅昏庸无能 信任宦官 猜忌大臣 姜维屯田踏中 无非是避祸罢了 因此 他主张派兵攻打 司马昭认为巡旭的话很对 便和他商议选派大将的事 巡旭见举了邓爱做主将 忠惠做副将 因邓爱远在拢幼 司马昭派人赵忠惠前来计议 忠惠来见司马昭 司马昭假意说要派他去征伐东吴 忠惠笑道 我知道主公的意思 我已经带着公属的图本来了 说着 便把图本呈上 司马昭展开一看 哪里下债 哪里屯粮 怎样进兵 怎样防守 图上写得非常周密 忠惠认为鼠中道路很多 不能单攻一路 主张和邓爱分路进兵 当下司马昭就封忠惠做镇西将军 一面命人去通知邓爱 忠惠回营后 调兵遣将 但恐怕军机泄露 并不提起伐属的事 却派了插官到各处去征调 建造大船 扬言要讨伐东吴 早有人把这话去报告司马昭 司马昭也猜不出忠惠的用意 忙换忠惠来问 你从汉陆罚蜀 要海船做什么 忠惠答道 现在无蜀联合 要是蜀国听的我军进攻 必然向东吴讨救 我先虚张声势 假说去罚东吴 使蜀国不防 届时东吴必不敢轻动 出兵就蜀 司马昭听了 连声称赞 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 中会带领人马出发 司马昭亲自出城送行 将为派在洛阳的探子 也混在人群中观看 眼看大军去远 正要回城 谋士少涕悄悄对他说道 我看忠惠这个人 心高气傲 不该让他赌掌大权 免得发生意外 司马昭笑道 我怎不知道 忠惠却是将才 一定能破属 属亡了 属人就失了勇气 那时忠惠虽想叛乱 属人也没有勇气帮他 卫兵得胜后急于回乡 更不会依附他 你不必担心 且说忠惠大军 浩浩荡荡地向蜀径进发 一路攻城夺地 只一战 就夺下了南正关 随后他马上指挥卫兵围攻汉中的要塞阳平关 首官署江傅迁的报 一面派人去向江维求救 一面和傅江蒋书上官聚敌 傅迁叫蒋书首官 自领三千兵出官迎敌 中会见傅迁兵少 指挥卫兵上前 将傅迁包围起来 傅迁抵挡不住 好不容易杀出重围 退到官下 只见城上插满了卫棋 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蒋书见卫兵是大 已经投降了 傅迁大骂蒋书贪生怕死 自己立即回身冲进卫阵 一直杀到坐下马倒 身受重伤 才拔剑自杀 中会得了杨平关 不几天 就取得了汉中 他非常得意 派人去请邓爱来 商议和兵进攻间隔 再说邓爱接到司马昭的诏书 任命他为征锡将军 和中会一同伐属 邓爱便派雍州刺使诸葛旭先去夺取 阴平桥 截断江维的归路 然后自领大军 直向踏中进发 再说当探子连夜赶回踏中 报之江维 为国伐属 中会 邓爱玲两路人马大举进攻 江维大京 当下写了告急文书 送到成都去 要求刘禅派两员大将 坚守杨平关和音平桥两处紧要关爱 刘禅接到文书 就和黄浩商议 黄浩道 这是江维想冒功求赏 谎报军情 尽可不去理他 听说城里有个师婆 能算吉凶祸福 主上可叫他来问问 黄浩退出攻来 恰巧黄门关送来一大碟表文 原来都是各处首将的告急文书 他想再去奏告刘禅 但刚才已经说江了话 恐怕因此失去信任 就索性把这些文书都隐匿下来 刘禅听了黄浩的话 才放了心 备了香花纸竹等礼物 令黄浩把师婆接来 师婆到后 他亲自焚香礼拜 问蜀国的吉凶祸福 师婆半闭着眼睛 在殿上盘旋跳跃 刘禅慌慌张张 帝寇下头去 听得师婆含含糊糊地说起话来 刘禅大喜 重重赏了师婆 每天只和宦官 宫女在宫里寻欢作乐 江维从前方一连来了多次告急文书 都被黄浩压住 刘禅一点都不知道 插人回见江维 报知刘禅不肯发兵 江维心上焦急 响起杨平关和阴平桥两处 最为要紧 万一失守 汉中便不能保住 他急忙插人传令料话 张义 分头前去守护 江维正在调拨军马 呼报邓爱兵道 江维又火又急 亲自整顿兵马 出城迎敌 两军一连斗了几十天 不分胜败 这天 江维收兵回寨 突然得到汉中失守 间隔危急的消息 不觉大吃一惊 决定撇下邓爱 领兵去夺回汉中 江维连夜拔寨启程 来到离阴平桥不远处 忽然少马赶来报道 未将诸葛旭早占了阴平桥 归路已给截断了 政绩一时 忽然喊声大起 邓爱又从后面追杀过来 江维远见前后受敌 进退无路 突然心生遗迹 传令名号击鼓 大军改道从孔寒谷前去袭击雍州 诸葛旭探知这一消息 只怕失了自己的重地 吃醉不起 慌忙留下一小队兵士守桥 自己却带了大队 从南路赶回去援救雍州 江维走了三四十里 探得诸葛旭中继 马上把前队移坐后队 突然回到阴平桥 一下子杀散了诸葛旭的小队守军 江维过了桥 正遇见张义 廖化带了人马前来接应 三人合兵一处 正想前去夺回汉中 呼报忠会 邓爱分头追杀过来 江维无奈 只得下令退守剑阁 江维到了剑阁 守将董爵说起战事失利 满脸愁容 江维沉吟了半想 说 只管放心 由我江维把守剑阁 敌人休想跨过关去 董爵道 此官虽有将军防守 怎奈主公宠信黄浩 不知厉害 万一敌人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 如何是好 江维以为阴平显道 敌人万难过去 所以并不在意 正说着 呼报诸葛旭领兵来攻剑阁 江维带了5000精兵杀出官来 诸葛旭见识江维 料想底敌不过 拨马先逃 魏军被截成数段 死伤了不少 诸葛旭收拾败残兵族 退了20多里 郑狱中会自领大兵到来 便下马请罪 中会令人把诸葛旭绑了 带到帐前 贺道 命你把守阴平桥 截断江维的归路 怎么失了 今天没有我的命令 又擅自进兵 损失这许多人马 说着 贺令左右把诸葛旭推出斩了 监军魏冠上前劝道 诸葛旭虽然有罪 但他是邓将军部下 还是交给邓将军去处理 免得伤了和气 中会只是不理 魏冠再三劝说 朱将也从旁苦劝 中会怒气烧平 吩咐把诸葛旭的兵马收编 在自己部下 并把他劫往洛阳 让司马昭处置 再说邓爱接到中会的文书 正要动身到汉中去商议公署之际 忽听到中会擅自处分了朱葛旭 也不来问他一声 不禁大怒 儿子邓忠劝道 中将军虽有不适 但此刻军情紧急 正该和中共计 才能建立大功 邓爱听了也绝有理 只得把闷气忍在心里 第二天 邓爱带了十几个随从 到汉中去和中会商议军情 这天 邓爱来到汉中 中会听说他只带了十几个从人 便故意派几百个精壮武士站在帐前 好炫耀自己的军威 布置完毕 然后亲自出帐把邓爱迎进去 邓爱进帐坐定 剑中会所不均荣严整 心里很是不安 口头却向中会称贺道 将军齐开得胜 一战取了汉中 真是国家的大姓 接着就问 现在怎么还不定策略 进攻剑阁 中会反问邓爱道 将军有什么好计吗 邓爱只是谦逊 后来经不起中会一再询问 才说出了自己的计策 中会听了 微微一笑 连称妙计 劝邓爱马上出兵 邓爱走后 中会才向中将道 人都道邓爱善能用兵 是个大将之才 今天一见 才知是没用的 说罢大笑 从此 中会便在间隔 和将为相持 邓爱回应时 问随从道 今天中会听了我的计策 他怎么样 随从答道 看来并不怎么赞成 不过随口敷衍罢了 邓爱笑道 他料我不能娶成都 我偏要去取 邓爱回答后 和邓忠仔细查看地图 邓忠劝他另打主意 不要冒险偷渡音频 邓爱只是摇头不听 第二天 邓爱写了一封密信 先派人去报之司马昭 然后派邓忠为先锋 带领五千精兵 不穿衣甲 各带斧凿在前开路 自己挑选三万兵士 各带千粮 绳索随后出发 邓忠带领的先头部队 一路爬山越岭 向音频小道前进 走到不能通行的地方 兵士门便取出斧凿 开山驻路 路刚驻好 后面大军也跟从上山了 转过了山坡 前面又遇深谷阻路 邓忠叫兵士们砍伐树木 救股上驾起桥来 这小路果然难走 邓忠在前开路驾桥 行军万分艰难 走了一百多里 邓爱便留下三千兵士立债助手 以便前后接应 这样一连走了二十多天 前后驻扎了十多座营寨 那天 走到摩天岭时 邓爱身边 只剩的二千多名兵士了 那摩天岭又高又陡 邓爱只得和兵士下马不行 不知费了多少气力 方才爬到了岭上 不料到了岭上 前面都是悬崖抖壁 无法下去 邓爱走到崖前 指着远处的江游城 鼓励众人前进 他叫兵士们把兵器用绳索捆好 一捆捆地抛下山去 又叫兵士把绳索 接成了好多条长绳 每条绳都几百丈 把绳索的一头细在 悬崖前的树干上 准备停荡 邓爱用沾山裹住身子 沿着长绳 第一个先荡下山去 将士们看到邓爱奋不顾身 大家都照着他的样子 鼓足勇气 一个个往山下荡 就这样全军过了摩天岭 人人感到筋疲力竭 邓爱和兵士歇了一会 然后整顿衣甲器械 继续前进 走不到几多路 望见前面有一座营寨 不知里边有多少属兵驻扎 邓爱大吃一惊 盲派探子前去探明虚实 探子去了不久 兴冲冲地赶回报道 寨里空洞洞的 并无一人一马 邓爱这才放心 进了空急 邓爱建豪身强后 警造整齐 不觉皆探道 属地险要 诸葛亮又不妨地这样严密 如果不是流禅昏庸 将为疏忽大意 我君怎能平安到达这里 不一会 天色黑下来了 兵士们带着的干粮早吃光了 邓爱向众人道 前面将游城中 粮草丰足 你们前进可活 后退就死 众人齐声应道 我们愿意拼死一战 当夜 邓爱领兵竞奔江游城 建城上防备不严 就下令攻城 这时 江游城的守江马淼 正在悠闲地饮酒 他的妻子李氏 见他对城防漠不关心 便上前相劝 李氏又提醒他 要防备卫兵 从阴平偷袭过来 马妖笑道 我早打算好了 卫兵一道 我就开城投降 那时候 依旧不失功名富贵 李氏听了这话 气得对他大骂 马妖自觉惭愧 半赏答不出话来 忽然外边传来了一片呐喊声 只见家人惊慌地进来报道 卫兵已经进城了 马淼一听 结巴巴地叫快去树将棋 李氏狠狠碎他了一口 走向内堂去了 马淼正慌坐一团 邓爱早带卫兵拥到衙门前 马妖拜扶投降 邓爱收他做向导官 邓爱正向马妖盘问前两兵马树木 忽然侍女来报 夫人自意了 邓爱问起原因 十分敬佩李氏 就吩咐用厚礼并练 邓爱攻下江游 又把从殷平小路来的人马都调集会骑 就向浮城进攻 浮城守江建城外突然出现了卫兵 不敢抵抗 也开城投降了 好 等一下 去 治车 吃 里面 吃 吃 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